今天為大家介紹一款清乾明目的夏孚草蜜蒙花茶 材料有蜜蒙花、夏孚草、羅漢果 這個份量是一至兩個人的份量 夏孚草、羅漢果大家經常見的 不如說說蜜蒙花是什麼 蜜蒙花的功效和作用 聖味金糧、入肝經 功能主持、驅風、涼血、潤肝、明目 第一這個清乾退什麼 那個字我都不懂得讀 如果有朋友懂得讀的 在下面留言給我寫個相近的讀音 是不是蜜蒙花呢 第二養肝明目 三疏風、涼血、清熱 第四流元素 這個不知道什麼名醫了 就是人生病 超人軍語 明目 自項 明目 靈目 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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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它的药理作用 还有很多配方 大家又可以试下根据配方来煮茶喝 我自己习惯用下枯草和蜜蜂花 挪汗果 有保肝的作用 蜜蜂花是清干保肝的 抗炎 解经 还有其他功效写在 这个网址的连结 我稍后会写在 资讯栏中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里是蜜蜂花的配五应用 可以加久忌 最简单就是蜜蜂花加久忌 清干保肝明目 可以一直看下去 下面会有一个故事挺有趣的 关于我们中国的一位药王孙思庙 和蜜蜂花的故事 这里就说药王孙思庙 有一次去到 有个保宁镇 就看到条小白龙 小白龙的眼睛就红了 因为那里是水灾还是汗灾呢 待会各位慢慢看 总之因为那里 那个镇经常有汗灾 那条小白龙就经常在哭 哭到眼睛红了 孙思庙看到他这样 就用蜜蜂花煲水给他喝 对啦 而且他上课有说很多 关于蜜蜂花的其他东西 的东西 有说是用蜜蜂把纳 用蜜蜂把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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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蜜蜂把蜜蜂把蜜蜂放红糯米饭 蜜蜂叫蜜蜂 是代表幸福的植物 希望大家也可以幸福啦 我们看看羊须有什么症状 一到了冬天就会手动脚冻 不敢喝冻东西就可能是属于羊须了 羊须主要是指阳气亏损 不够精神啦,喜欢喝热东西啦 然后看下去先 又因为羊气不足,蒸腾气化不幸 状苦功能衰退,代者偏慢 就会容易胖,脱头发,睡得不好 女性就会月经不调 羊须主要是上热下寒 上热就是假象,下寒就是真的 上热就是容易喉咙通 生感疮口臭 下肢就会觉得冻的 怕冻的 这些都会是羊须的症状来的 羊须的症状有哪些一 胃寒,怕冷,四肢不温 辐射,圆谷不化 圆谷不化即是消化不良,吃什么饿什么 第三,精神不振,不够精神啦 生日贝奶奶不愿动啦 第四,舌淡而叛,或有此痕 这就是脾胎湿重都会有出现的症状来的 第五,脈象沉细,这就要找中医把脈啦 这样大家如果是觉得自己属于羊须有这些羊须的症状呢 那喝我介绍这个下肤草蜜蒙花茶的时候就小心点啦 不要喝得那么密啦 好了,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